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友文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单方系列终于已经超过了一半 我们介绍了20支跟Hokey合作的单方精油 那现在好不容易过半了 我现在到了倒数第9支的苦橙叶 那苦橙叶这支精油其实蛮常见的 在许多的芳疗基础课程其实都会稍微讲到它 那因为它是算蛮典型的一支精油 为什么说典型呢 因为它事实上是有很多我们常见的芸香科 像是甜橙啊 佛手甘啊 柠檬啊 这一类的精油的好朋友 它的英文学名跟英文发音 我们请英文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英文老师Rebecca 今天要介绍的是苦橙叶带花 它的学名是Citrus Arontium Citrus本来的意思就是酸 然后它通常指的是水果类的酸 所以呢 如果你在现在英文里面提到Citrus 大家想到的是像柠檬啊 柳橙这一类的水果 Aurontium它在拉丁文的意思 是橙皮橙红色金色的意思 它的来源是跟希腊里面的女神 Aurora是有关的 Aurora是夕阳之女神 所以你想到夕阳是不是就是非常的粉红金色 橙皮色的这个影像呢 所以这个Aurontium它其实是从希腊文Aurora 女神这个字衍生过来的 好 今天就到这边 希望你喜欢 谢谢 拜拜 那么回到苦橙叶的介绍 苦橙叶呢 它的磕鼠是属于云香磕的柑橘鼠 所以它的气味呢 其实呢 我觉得算是比较舒服 以化学分类来讲 它算是放松家族里面的脂类 所以大家只要想到脂类精油 就等一下我们之后的精油 包含真正虚药 佛手干 苦橙叶 这几支都是属于脂类的精油 那我们前面几支介绍的像 胡椒薄荷 甜马玉兰 茶树 薄胖天芙葵 它们都属于比较偏纯类的精油 所以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稍微翻译一下它们的化学属性 虽然我们还没为大家介绍这个精油化学 它的化学分类 但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几支包含 苦橙叶 带花 真正虚药 佛手干 它都是属于所谓的脂类精油 所以它们本身都是比较放松的 比较舒服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 脂类精油是帮助放松 但不代表它有点小睡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脂类精油是不能白天有 没有这种事 脂类精油白天还是可以用的 它还是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帮助你放松 所以当你觉得心情很紧张 压力很大 所以你可能会伴随着有点高血压 心血管机病 忍不舒服很紧绷的时候 其实你就非常非常适合使用脂类的精油 那在部分的人 有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蒸蒸熏草 每天都要扩香蒸熏 但也有人没有那么喜欢蒸蒸熏草 他就是不喜欢那种香香甜甜的味道 那么这时候就很推荐 你可以试试看这支苦橙叶的精油 苦橙叶的精油的气味呢 其实是蛮两极的 分享自己的经验好了 就是我早期自己买的时候 就会有时候买到一些就觉得 闻得也太苦了吧 就觉得也好苦 就是觉得人生已经很苦了 为什么还要闻这些 就是很苦的味道呢 但后来呢 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老师推荐了 就是他们的苦橙叶就很有花香感 就很轻柔舒服的味道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喔 就算你的苦橙叶里面有花香的气味 它在GCMAX打出来 其实不应该会有橙花的结构 当然两件事还是分开的 就是你采集大量的橙花 去蒸馏得到的精油 跟你采了叶片 可能不小心伴随了一些花朵 或什么的 它得到的比例成分还是悬殊非常非常大 所以是不太可能 在里面得到高比例的这个橙花的成分 我觉得有点想太多 所以如果有业者这样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听听就好了 我们还是欣赏它美好的气味就可以咯 那苦橙叶这次精油呢 我觉得比较特别 它大概分两个季节采收 所以它的气味其实是会蛮不一样的 因为苦橙叶是采收叶片 所以它的第一段的气味 会是在三四五这三个月 也就是春季的时候 来去做叶片的摘取 那这个动作其实很重要 如果大家有在种盆栽 或是在玩一些园艺植物的 你就知道 就前一阵 像台湾现在已经是六月七月了 非常非常的热 那其实在前一阵子三四五的时候 其实你就非常适合在家里 就是收割一下 割割一些 就是冬天造成的枯枝落叶 都要把它清除干净 你千万不能说就没差 我就枯枝落叶 有一番美感什么的 没有这种事 就是对这个植物好的来讲 适当的修剪对植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春天的这段时间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把这个植物叫醒 就在起来咯起来咯起来 有人破坏你的家里咯 你就要起来醒一醒 然后去整理你的这个家里 所以对植物来讲 这样的修剪是有一种叫唤醒的感觉 另外一部分的这些腐烂的枯枝落叶 也有可能会很抑制了 或者是压制了植物的生长 那你说可是我的植物没有枯枝落叶 他长得很好我冬天把他呵护的 嗯 就是养的白白胖胖很赞 他都没有任何的枯枝落叶 但你还是要修剪 你还是要修剪 为什么 因为呢对植物来讲 他有时候会很安逸觉得 没事做了就坐在这边 过得很舒服 我是富二代 就很舒服很舒服 可是这时候呢 你没有去做适当的修剪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一直维持这样 你就发现他春天的时候 也不开花 也不发芽 也都不动作 就有点不行的感觉 他过得太舒服了 所以这时候呢 就很建议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去修剪一些枝叶 而且在修剪枝叶的时候 其他的这个侧枝啊 都要稍微剪掉 因为有时候你不要觉得他很茂密 就是好事 有时候太茂密反而会造成闷湿 那里面就很容易开始会发烂 所以适当的清除一些不需要的小枝条 或者是会压抑其他组织干生长的一些枝条 都是有必要的 那在春天是吃 就是在春天修剪完以后呢 你在夏天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在他的生长期 就会开得非常非常旺盛 所以苦橙叶第一波 就会在这个时间进行大量的修剪 那接下来呢 苦橙叶就会开始进行 他的一系列的开花结果的一个断层 到了十月多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段时间呢 他们就开始要进到了另外一个修身养性 因为可能气候啊 就开始没有那么多的光合作用 或那么多的水分 所以呢 适当的修剪叶片 在秋天转冬的这段时间 就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把过多长得太茂密的叶子给剪掉 这样冬天的时候 他的水分呢 跟因为雨水可能会变少 日照可能会变少 这样的才不会造成 这个植物会造成一些枯枝落叶太多 或是死掉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十月的时候也会进行一波的果树的修剪 那这一波呢 也会再重新收集起来 所以大概就会分两波 一个大概四五月的时候 一个大概在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这两波就是大量的果树包含了苦橙叶 他们都会进行大量的修剪 那进行大量的修剪以后 这些枝叶就会被拿去蒸馏得到我们的苦橙叶精油 那因为这两批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的代表的意义其实不太一样 一批是春生生发的时候的 一批是就是已经在旺盛的时期过后的 虽然它会继承到前一个时期 也就是说在四五月的苦橙叶 它其实是还有那种冬天蕴藏的那种修身养洗的感觉 但到了十月呢 它就是等于是它已经开花结果了 它已经就是把该做完了 它要 其实它还是有在这种中壮年的感觉 所以这两批的苦橙叶 如果你去搜集的话 但是因为你很难去问到 厂商它是几月的花台的 如果你可以得到的话 你就发现这两批的苦橙叶在气味表现上面 其实会有蛮显著的不同 就是春天的苦橙叶跟秋冬的苦橙叶 我觉得气味事实上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说他们的是有带花香的 那你就要稍微去看一下 它的产地是不是属于巴拉圭 我自己购买的情况下 就是在巴拉圭的这个产地 它就会在某些批次 就有非常非常舒服的花香 但我也必须说每一批次 还是不太一样 它的花香气味的浓厚程度还是不太一样 那么它的化学成分 主要都是以高比例的纸类跟纯类 它的纸类占50%以上 甚至可以高达75% 所以它是一个高比例的纸类为主轴的精油 所以它事实上放松程度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它里面有高比例的乙酸橙香脂 乙酸盲牛耳脂 乙酸橙花脂 还有乙酸铁瓶脂 这些都是常见的脂类 而且它的乙酸橙香脂这个部分 可以高达40%到70% 所以算是比例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的味道算是甜美又舒服的 那它的单铁唇比例大概占30%到40% 这个部分会跟真薰有点像 但真薰大概是60%跟40%左右 这边大概是70%比较多了 它的纸类稍微略多 纯类稍微略低一点点 所以它们两个事实上是 你要说有些人不喜欢苦成液 他想用 不喜欢真薰 他想用苦成液 或想要 不想要苦成液 想用真薰 其实在一般的放松情况下 是都可以的 那像我自己的使用方法 就是会两个交替 因为两个我都觉得很好闻 甚至有时候我会把他们两个 依照他们不同批次的比例去做配合 就会得到我自己的一个 专属的放松配方 我觉得也是蛮喜欢的 那它里面也有许多的 像是橙香醇跟阿卡铁品醇 这些对我们的身体敏意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这边的话 你在日常的扩香的情况下 扩香苦成液 它也可以让你感觉到 不是那种香甜的 它比较像有蔬香感 所以你如果想营造自己的环境 是那种比较文青 比较蔬香的感觉 你其实可以大概搭 百分之七十的苦成液 跟百分之三十的真正薰草 它就会让你的味道 是有一个放松舒服 但是不要太甜美 因为我们是文青 我们是有点像书生的感觉 比较偏中心一点点 那这时候也可以再搭一点的 所谓的柠檬 但如果你比较喜欢香甜一点 你可以再搭一点甜橙 这样也是很好闻的 这配方基本上小孩大人都可以使用 而且气味是很舒服 在白天的时候 还可以再加一点点安油 准备铁香 来增加我们中长期的记忆 来帮助我们的记忆力 或是小孩考试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好用的 那苦成液的历史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悠久的 它跟柑橘类都是一阵大乱斗 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讲柑橘类 相关的历史 或者是它的原来 因为其实太乱了 我必须跟大家讲超级乱 所以我们在佛守柑橘或是甜橙柠檬这边 其实都有稍微带过 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他们因为它的学名会 就是柑橘类的这些柯属 他们本身是非常容易杂交的或嫁接 这改变或是因为环境而改变它的气味 所以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属于 适应力很强的一个家族 所以这跟纸 你要发现纸类里面蛮多都是这种 所以我在想说纸类是不是因为本身 它的家族里面很多都是属于这种 就是云香柯还有就是所谓的纯形柯的一些植物 所以你会发现纸类精油用久的人 他会比较有弹性 因为他们本身的植株呢 属于适应力其实还不错的 那以苦橙叶来讲 我也非常非常推荐它跟甜橙柠檬 一起搭配给有情绪障碍的一些人 或者是小孩 因为他们算是一个很简单又安全的配方 包含了甜橙柠檬苦橙叶 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简单配方 甜橙五滴 红橘或者是克莱蒙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我比较推荐克莱蒙橙 大人的话 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红橘 大概是三滴左右 再加一滴的柠檬 跟五滴的苦橙叶 另外再加三滴的橙花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 就是具有放松的感觉 但是它又有一点调节情绪的一个舒缓效果 当然你的甜橙也可以换成柠檬 或者是粉红葡萄柚都是很不错的 在这里我们就是用柑橘 它很容易适应环境变化 并且修正调整自己 来去帮助我们的个案 可以很好地去做一些情绪的调节 比如说它很容易没有办法适应环境的变化 或都受到别人看他一眼 他就觉得我怎么这样子 或人家真的有看他 然后他就会心情崩溃 那这样的人就非常适合使用 我们刚刚推荐给大家的 给大家回去配配看 这个味道真的是很舒服 又放松又好玩 那当然如果你考量成本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柑橘的比例稍微拉高一点点 但如果你情绪一提想要处理的比较多 那你就可以把橙花 还有克莱蒙橙红橘的比例 稍微调高一点点 它们都可以带给你舒服 清新的感受哦 这是苦橙叶里面 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好用配方 关于这个苦橙叶的这个产区 事实上它主要是有巴拉圭 乌拉圭 意大利南部 摩洛哥海地 还有这些地方都有 当然一开始中六在1870年代 其实就已经有蛮顺行的 后来由法国的植物学家 将它从法国引进巴拉圭 所以目前来讲很优秀的苦橙叶产地 其实是在巴拉圭 但是大部分的柑橘优秀的产地 则是在意大利的南部 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它们市场还不太一样的 那很多很多人都问他 老师那你说这个苦橙叶 它其实就是苦橙 它跟甜橙是好朋友 一个是苦橙一个是甜橙 那因为甜橙本身 它可以顺便制造果汁 所以甜橙的产量事实上是比较多的 因为卖果汁其实很好卖 卖精油没有那么好卖 所以它卖果汁卖得很好 它卖果汁卖得很好的情况下 这个甜橙其实是产量很高 那它的精油其实是它的副产物 所以它价格相对优秀 那市面上虽然也有苦橙精油 但它的产量因为苦橙就没那么好吃 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就相对少很多 那另外大家也可以记得一件事 因为我要开花结果 所以我有果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不能得到它的花 因为它的花要去结果 所以有甜橙它就不会有甜橙花 但我既然不产苦橙 我就可以产苦橙花 这样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甜橙跟苦橙花 两个的产地其实是不一样的 产甜橙的这个意大利南部的部分 他们主要都是在产果肉的这一段 是在意大利南部 而橙花的是主要大部分在埃及 或在中国的地方会有比较多的橙花 而巴拉规则退额求其次 它产的是苦橙叶 因为你把叶子 如果是你专门要产叶子的情况下 你是一直收割叶子 它或多或少都有可能会影响 开花的量或结果的量 因为它还要再花一点生息 去专门去再重新生长这个叶子 所以对大量生产来讲 它还是不太一样 跟我们前面讲解 就是日常你只是重重自己喜欢的情况下 还是不太一样 当你要把它变成经济作物的时候 生产规模跟量体就很大 所以它割采的叶子 就不是我们只是简单的修剪枝叶 它可能是大量的割它的叶子 那这样就可能会稍微影响到 它的开花结果的数量 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的产地 事实上是都不一样的 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不过苦橙液呢 基本上大概150公斤到200公斤 就可以产生1公斤左右的精油 所以它的精油产率跟产量 事实上是我觉得还是蛮优秀一点点的 它在使用上面呢 非常适合跟否手干来去做搭配 我们在精油化学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分析 像这样柑橘类得到的一个质类 跟不是柑橘类得到质类 它们有什么样的简单小小的差异 那当然大家有机会还会听到其他柑橘类 像是所谓的橘叶啊 或是橘子等等的精油 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再试试看 其实它们都有不同的气味 而且呢像橘叶来讲 它的味道呢 就会跟苦橙叶来的不太一样 它的正灵胺本甲酸甲质比例非常非常高 而苦橙叶则是乙酸成香质 所以一样取自叶片 它们两个功效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要提醒大家 那很多人都说老师 苦橙叶是不是可以取代橙花 在这里我也必须再次的强调 就好像我在播放那时候 应该也会告诉大家 我不认为这些精油彼此之间 可以互相谁取代谁 那苦橙叶就算它带了橙花 它还是跟橙花价格啊 或是那个功效 我觉得还是差蛮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 就是我不认为它是穷人的橙花啦 这件不 但是它确实有这样一个号称 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苦橙叶的精油介绍就到这边 下次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